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没有在国外激起广泛的反应 都没有引发外国的革命 1776年的美国革命又称美国独立战争就不同了 它直接诱发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美国的这一次革命得到法国进步人士的极大的同情 以年轻的贵族拉菲德为首的法国人士组织支援军远渡重洋 踊跃地参加美国人民的反英战争 这些法国人在回国后很自然地把美国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理论带到法国 从而加速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美国革命不仅对于法国大革命起了催化的作用 而且也成为法国革命者刻意学习的榜样 法国的人权宣言级1791年的宪法 就是美国独立宣言级1787年的联邦宪法的代表 没错 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之间的联系就是这样密切 为美国革命所推动的法国大革命 也有力地推动了许多国家的革命 法国大革命所接诛的自由平等国爱的响亮的口号 唤醒了欧洲各国人民 而后来的拿破仑战争又起了传播法国革命的作用 因此到19世纪前半期 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 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革命浪潮 20、30年代欧洲各国的革命此起彼此 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拉丁美洲的人民也揭竿而起 掀起了反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个革命浪潮最后发展壮大为1848到1849年 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 这样从1776年到1849年 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革命时代 第一节美国革命 1、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特点 从17世纪起 英国布西班牙的后尘 开始在北美大陆建立殖民地 1607年 伦敦公司依据国王的特许状 在北美大西洋沿岸的詹姆斯河口建立了詹姆斯城 从而揭开了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序幕 至1733年为止 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共建立了13个殖民地 英属北美殖民地上的居民大多数是来自英国的移民 其中也有不少的爱尔兰人 法国人 德国人 荷兰人 瑞典人 瑞士人 以及少数的犹太人等 他们除少数是地主贵族和特权商人外 大部分是下层劳动人民 这些欧洲人来北美的墓地各异 他们中间有的是为了逃避本国政府的迫害和天灾人祸 有的是为了追求信仰自由和美好的生活 还有少数人是为了实现发财致富的淘金梦 黑人则是以奴隶身份被从非洲贩运到这里了 北美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在欧洲移民到来的初期 对他们十分友好 以礼相待 向他们传授生产技术 提供各种帮助 但是移民却恩将仇报 凭借武器和物资上的优势 驱逐或屠杀印第安人 强夺其土地 白人移民的暴行 激起印第安人的英勇反抗 1675到1677年的菲利普王之战 震撼了北北 印第安人领袖梅塔科姆 率领一万多人摧毁了许多白人居民点 给白人以沉重打击 斗争坚持了两年才告失败 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印第安人 无力对抗白人 英属殖民地上的印第安人 绝大部分被赶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一溪地区 在殖民地上存在着不同的经济成分 既有资本主义制度 又有前资本主义的半封建的租电制和奴隶制度 18世纪中叶 北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日益加快了步伐 尤其在造船 眼睛 纺织 面粉加工 锯木和玻璃制造等行业发展最快 资本主义经济主要集中在北部各殖民地 尽管它们尚处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厂阶段 但却代表了经济发展的方向 在中部殖民地盛行半封建的租电制 这是从英国搬来的 并且与大土地所有制联系在一起 比如在纽约殖民地大地主往往田连切末 250万英亩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地主手中 其中仅约翰逊一家就独占5万英亩土地 这些大地主当中有大部分原来是英国的贵族 这些大地主通常都把自己的土地分成小块 出租给电农 纽约殖民地的许多地区几乎有6分之5的居民是电农 大地主任意抬高地租残酷的剥削电动 为了维护大土地所有制 在大多数殖民地上实行长子继承法 大地主死后有土地由长子一人继承 在南部和中国殖民地上还实行限定四须法 禁止大地主出卖土地 也禁止没有身份的人继承土地财产 这无疑是封建法规的财予 不过这种半封建的租电制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 它只限于中部殖民地的某些地区 因为北美殖民地有广阔的未经开垦的处于地 劳动者占地是比较容易的 尽管殖民地当局禁止随便占地 因此在中部北美殖民地上盛行农民小土地所有制 在这个制度下 农民是小土地所有者也是劳动者 但是他们实际上处在大商人的剥削之下 因为他们的剩余产品通常是经过大商人之手 转卖到市场上去 而大商人往往大大压低收购价格高价出卖 在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制度中 还有白人弃约奴制和黑人奴隶制度 在13个殖民地上到处都有白人弃约奴 他们的来源有四个方面 第一 殖民地上因欠债务而无力偿还者 他们被法庭判为弃约奴 第二 英国平民想到北美而缺少路费者 他们往往卖身为奴 以偿路费 第三 被拐骗的乞丐 儿童等 第四 英国的罪犯 这些白人契约奴都按照契约上的规定 为主人不劳役 通常他们必须当57年的契约奴 期满才能获得自由 比白人契约奴的地位更低得多的是黑人奴隶 黑人奴隶遍及13个殖民地 但是分布是很不平衡的 在北部 中部殖民地上 黑人奴隶较少 他们一般是家内奴隶 有的在白人主人家中从事家务劳动 有的在手工作坊里和白人主人一道劳动 90%以上的黑人奴隶集中在南部殖民地的种植园里 黑人奴隶制度比古代的奴隶制度更野蛮和惨无人道 黑人奴隶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 没有结婚 受教育及拥有财产的权利 他们每天像牲口一样在皮边的趋凡下 在炎热的种植园中从事体力劳动 每天劳动长大18到19个小时 奴隶主可以任意鞭打甚至杀死奴隶 还可以把他们转让和出卖 种植园主 种植园主既是地主和奴隶主 又是农业资本家 他们最大限度地榨取奴隶的血汗 奴隶生产的产品主要作为商品在欧洲市场上销售 因此北美的黑人奴隶制度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北美殖民地上复杂的社会经济制度相适 以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也十分复杂 有农民反对大地主高额帝都的斗争 有工人反对工厂主的罢工 有契约奴的暴动 有此起彼活的黑人暴动 仅有记载的黑奴起义变达250次之多 为了统治和管理北美殖民地 英国建立了一整套的统治机构 这一机构是双重的 一是在英国政府内部设置的管理殖民地的贸易局 二是英国派驻北美的总督及官员 仅限于王家殖民地 按照英国控制的程度 在独立战争前夕 北美殖民地可以分为三类 一 王家殖民地 由英王派来总督直接统治 一共有八个 福吉尼亚 马萨诸塞 纽约 新泽西 新罕布什尔 南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 二 业主殖民地 由殖民地的业主 英王把北美大片徒弟赏赐 打引号的赏赐 赏赐给其宠臣或大贵族 受帝者称为业主 任命总督 但由英王批准 这类殖民地有三个 马安里兰 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 三 自治殖民地 总督由殖民地有产者选出 但也要由英王批准 自治殖民地有 罗德岛和康涅迪格 王家殖民地 在英王的直接控制下 业主殖民地渐渐地受其控制 只有自治殖民地受英王的控制最小 将有很大的程度的自治 由于在13个殖民地中有8个殖民地是王家殖民地 因此英王直接控制了绝大多数的殖民地 在王家殖民地上 总督代表英王在参事会的协助下进行统治 参事会由总督领选并且由英王任命 英国统治集团满心希望 以这样的政治安排来巩固 对于北美的殖民地统治 但是事与愿违 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 在北美殖民地的社会政治结构中 逐渐成长了民主因素 这些民主因素不仅使北美居民 享受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 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利 而且也削弱了英国在北美的统治基础 从而为美国独立战争铺平了道路 殖民地的民主因素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拥有一个比较民主化的议会 早在17世纪前半期 殖民地创立之后不久 就开始出现了议会 这是英国背景与北美特殊环境的产物 即从英国殖民移植过来的 但是在北美的特殊环境下 它比英国议会有更大的民族性 首先 议会不但由选举产生 而且选民比英国选民范围更广 诚然 各殖民地几乎都对选民规定了财产资格 一般只有拥有年收入在40线里以上的土地的人 才拥有资格参加选举 但是北美地广人稀 穷人取得土地的机会很多 只要肯努力劳动 都能成为小土地所有者 因此 北美成年男子 只得白人 大多数享有选举权 而英国选民的比例就少得多 其次 到18世纪中叶 英国有不少新兴城市没有被化为选区 所以这些城市的居民被剥夺了选举权 但是在北美 一旦一个居民点的人口增长到一定数量 就立即成为选区 这样北美选区制度比英国更为合理 北美议会作为立法机关的下院 上院是参事会兼任 是代表殖民地者居民利益的 他从一开始就与总督做针锋相对的斗争 他非有反抗性 桀骜不逊是其特点 经过长期斗争 到18世纪中叶 大多数王家殖民地上的议会 扩大了权力 不但享有立法权 财政权 而且还从总督手中 夺取了一部分行政权 议会与总督的斗争 几乎与殖民地时代相始终 第二 经济生活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民主 诚然 北美有剥削制度 有的剥削制度 如黑人奴隶制度 还很野蛮残酷 但是就白人而论 谋生是比较容易的 北美有广阔的处女地 啃职者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 人们相对容易取得土地 劳动者只要啃流汗 不难得到温饱 而且如果他有一技之长 勤苦耐劳 再遇上机会 就有可能上升为富人 甚至寄生于 绅士阶段的行列 当然 穷人制度并不是普遍的现象 小土地所有者人数较多 白人七月奴给主人 劳动五到七年以后 不但可以得到解放 而且还可以领到 小块土地其农具 北美的贫贵差距 也不像欧洲那样悬殊 这里没有百万富翁 没有国王 无产者人数较少 第三 北美不存在传统的封建特权 没有等级制度 北美殖民地上固然存在 高距于人民头上的 有钱有势的上层集团 又称为绅士或贵族集团 他们由大土地所有者 大商人 大种植园主的构成 但是他们与欧洲的封建贵族 有本质上的区别 北美贵族之形成 不是靠封建君主的封赠 而是靠经济力量 他们不是靠特权或门第 而是靠个人努力 个人的才干 以及经营能力 他们虽然独占殖民地上的 各级官职以及议员 但是他们大多数是通过 竞选及选举而上台的 而不是靠世袭及门第 与僵化老的欧洲 封建贵族不同 他们充满活力 他们兢兢业业地 从事经济活动 而不是坐吃山空游手好闲 第四 北美殖民地 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 盛行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是中央解权的最利物 是由当地居民直接参政 自己管理自己 而不受外来权威干预的 一种政治组织形式 在此种形式下 人民享有一定限度的参政权 在新英格兰的地方自治 以市政委单位 年满21岁的成年男子 都参加市政法会 大会选举市政行政委员会 其他官员及出席殖民地议会的代表 大会还提出讨论和通过议案 处理地方重大事物 如征税 分配录地 制定地方法规 以及为学校和教会制定章程 市政大会的民主气氛出击十分浓厚 几乎每一个居民都可以自由地在会上发表他们的见解和主张 尽管后来市政自治机构逐渐官僚化 为上层分子所把持 但是仍然保存了相当的民主性 居民仍然有选举市政官员及批准行政委员会 做出的决议的权利 然而也不能夸大北美的民主 第一 北美的代表制很不公平 因为农民聚居的西部诸县人口虽然多 但是在议会中的代表人数少 夫人聚居的东部诸县人口虽然少 然而在议会中的代表席位居多 第二 与上述这些民主因素交织在一起的 还有不民主反民主的现象 如贵族集团控制整个殖民地的政治经济 人民言论出版自由得不到保障 还存在残酷的刑法等等 第三 殖民地上还盛行白人契约努制 以及黑人奴隶制度 这都是与民主水火不相容的 但是在这个社会里 民主因素是新生的先进的事物 它的阵地越来越扩大 而且这些民主的现实 也不能不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 在殖民地居民中流行 一种自由平等的风气 一个作者在1756年 宾夕法尼亚日报上评论道 这个省的人民一般来说 在生活上是过得去的 他们享受和喜爱自由 他们中间最卑微的小人物 也认为他有权利得到 大人物的殷勤招待 一个英国官员在1760年写道 在北美 在民主政府下 一切令人难堪的身份差别 都消失在公众的平等之中 上层分子也能以较平等的态度待人 18世纪60年代 一位当代人在新泽西看到了这类现象 他写道 我看到绅士们 当他们不从事公务时 就在他们的农场上劳动 以便为他们底下人做出榜样 而另一方面 我们又看到劳动者 在主人的客厅里 和主人坐在同一个餐桌上吃饭 一同换家常 民主精神在居民中也日渐抬头 人们爱好自由 反对外来权威的干预 博文比在1759到1760年反问了美国 据他描写 福吉尼亚人特别高傲地珍惜自己的自由 忍受不了任何限制 几乎不能容忍任何高高在上的权力的控制 甚至有这种想法他们都受不了 北美人民的这种思想状态 使他们无法忍受 1764年以后 英国对他们的权力和自由的侵犯 因而反英的独立战争 这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北美人民的民主精神 在殖民地的宗教生活中也有所反应 在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中 宗教起了巨大的作用 殖民地也是一个宗教社会 几乎人人都是教徒 殖民地的宗教几乎容纳了欧洲大陆上的各个教派 其中以清教和英国国教的信徒最多 影响最大 清教徒聚居在北部地区 国教徒集中在南方 中部地区各教派杂局 殖民当局和上层立 集团利用宗教作为维护统治的重要工具 于是成立所谓的官方教会 北部几个殖民地的清教徒 统治集团以公礼会作为官方教会 南部一些殖民地上的国教徒 以圣工会作为官方教会 公礼会强迫居民信奉清教 圣工会强迫居民信奉国教 不许其他教派的信徒 进入本殖民地 后来这些官方教会虽然放松了一些限制 默认其他教派的存在 但是却强迫他们缴税 来供养官方教会的教室 并且限制他们的宗教活动 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及担任公职的权利 官方教会还经常迫害异教徒 17世纪末 新英格兰的公礼会 曾制造迫害异端异派教徒的乌习事件 有200多人受到迫害 宗教压迫给北美殖民地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人民受到了宗教思想的禁锢 资产及民主思想的传播收入 赋予民主精神的北美殖民地人民 为争取信仰自由和反对宗教压迫 进行过长期斗争 早在17世纪初期 罗杰·威廉斯和赫青生夫人 就曾坚决反对马萨诸塞的宗教迫害政策 为信仰自由、教派平等及政教分离 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7世纪后期 斗争规模逐步扩大 各殖民地都出现了反抗宗教压迫的请愿和抗议活动 在英国革命的影响下 一些地区还爆发了武装起义 像马里兰新教各派反对天主教贵族的起义 1688年纽约和马萨诸塞的起义等等 这些起义均在局部地区打破了宗教专制 做尽了新思想的传播 但真正打破坚冰的 是18世纪30到40年代的大觉醒运动 大觉醒运动是一场大规模反对宗教专制 争取信仰自由的思想解放运动 运动发起者以宗教复兴为旗帜 把矛头对准宗教压迫的精神支柱 官方教会的教育 以灵魂自由为口号 鼓吹民主平等 信仰自由 人民主权和反暴政的革命思想 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卷入这个运动 猛烈地冲击了殖民地的官方教会 结果官方教会虽然没有被冲垮 广大群众却在运动中提高了觉悟 受到了教育 民主意识进一步加强 今天我们先读到这里 明天我们读第二点 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与启蒙思想的传播 欢迎您明天技术观众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